最近有些消息就傳了出來 如果不幸還了新官費的話 同一時間又在吃一些長期藥物 就會大大增加死亡率 消息有多真 今天就跟大家跟進一下 第一種藥傳的有問題就叫Ibeprofen 這些藥就是消炎止痛或者退消的作用 相當的廣泛使用 另一類藥就是血壓藥 這些血壓藥真的很多人在吃 其實它分開兩類 第一種我們叫ACEI 第二種叫ARB 其實這些名字不用理會 不過是很容易分的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吃這些藥物 可以看一看藥的化學名 以第一種ACEI來說 英文名字最尾的幾個英文字 通常是P-R-I-L 另外一種血壓藥ARB 它的字尾通常是T-A-N 我在這裡列了一堆常見的這些血壓藥 大家可以看一看 整件事的起因就是 因為今年3月11日 在刺血針醫學期刊 有一篇文章講到中國內地新冠肺病人 裡面重症而死亡的個案 很多都有幾種病 包括血壓膏 糖尿病 或者心血管疾病 這幾類的病人 很多時候都會吃我們剛才說的ARB 或者ACEI這些血壓藥 它不是單單是血壓藥的 它醫糖尿病也有用 對心血管疾病的療效很好 關鍵的一點就在於 吃這些血壓藥 ARB也好 ACEI也好 甚至 開頭講過那種Ibuprofen 消炎止痛退消藥 這幾種藥就有個特點 它會令到我們身體細胞上面 有一種蛋白質叫ACE2升高 沒錯了 這個ACE2就是現在正正這個新冠狀病毒 它要入侵我們細胞之前 首先呢 就要跟ACE2這個蛋白質結合在一起 它才可以入到細胞裡面產生感染 這個文章的專家 假設 大家留意我 是假設 假設是因為這些病人 在吃這幾種藥 令到他身體細胞上高的 ACE2蛋白質 或者ACE2受體 它的量增加了 那麼多些這些受體 病毒便容易點黏在細胞那裡 那麼容易點黏在細胞那裡 它說 就有機會增加了感染的機會 病症會更加嚴重 正常來說 細胞上都是有些ACE2的蛋白或者受體 藍色這些就是新冠狀病毒 粉紅色這個就是ACE2 普通細胞 上高有一定數量的ACE2受體 那麼這個受體如果有病毒來的時候 就會黏下來就會走進細胞裡面 如果長期吃這個 Ibuprofen 這個消炎止痛藥 ARB或者ACE2 兩種兩類型的血壓藥 會令到細胞上高的這些粉紅色這個 這個ACE2的受體 就多了很多 多了之後 如果周圍又有這個新冠狀病毒的話 他們的說法 就說很多這個新冠狀病毒 就會經這個ACE2受體 就黏在細胞那裡 會有很多的病毒 就會進入細胞裡面 這樣的話 應該就會令到病 就嚴重一些或者容易感染 所以就吃了這些藥的人 就是高風險 可能就是基於這篇文章 3月14日 法國的衛生部部長 突然跳出來說 在這些新冠狀病毒的病人 或者懷疑有新冠狀病毒的病人身上 就不應該用Ibuprofen這個藥 來退銷 因為風險太大了 會令到新冠費變得嚴重 有這麼高級的政府官員出來說這些說話 當然傳媒就會廣泛報道 薩時之間 全世界很多人 在吃Ibuprofen 或者剛才我們說的兩種血壓藥 ACEI或者ARB的人 就恐慌 尤其是長期在吃這些藥的人 就在懷疑 是不是應該馬上停止這些藥物 接著就有趣 在歐洲的專家出了文章 就高調反駁這個說法 它的理據就很有趣 在動物測試裡面 看來越多ACE2蛋白的老鼠 當它有肺炎的時候 肺部的傷害會少些 有兩群的老鼠 有一群的老鼠就是正常野生的老鼠 這條就是它的DNA DNA裡面有一部分 這個粉紅色的地方就是負責製造ACE2蛋白 ACE2受體的 這隻正常的野生老鼠 它的細胞上高很明顯是正常的 它就會有一定數量的ACE2在這裡 如果真的有病毒來 病毒就會黏上去 另外一組的老鼠 科學家就在遺傳物質上做了一些功夫 那一組應該是製造ACE2蛋白的DNA 它就幫它剪走了 不要不要這組 這樣就沒有了 那沒有這組的話 那這部分的老鼠 它的細胞上高 就不會有ACE2受體的 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有的 兩批老鼠 它們在實驗室裡面 用人工的方法製造肺炎出來 之後就看看它們兩邊的肺 那個傷害有多大 結果就是有ACE2受體的老鼠 肺裡面是有些損傷 但就不太厲害 只是小小而已 但沒有ACE2受體的老鼠 肺炎之後它的肺的傷害很大 全部都發炎很嚴重 所以它的結論就是 在動物測試裡面 有ACE2受體 或者多ACE2受體的老鼠 肺炎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那麼嚴重 換句話說 ACE2受體這件事 對生物體有保護作用 兩種說法完全相反 那相信誰好呢 第一件事用Ibuprofen的 如果他患上冠狀病毒 最終死亡率比較高的話 未必一定是Ibuprofen的藥引器 另外一個可能性 新冠肺病人的病徵本身已經是厲害 發高燒 當然就會比一些病徵輕微 或者沒有病徵沒有發燒的人 多些機會會吃Ibuprofen 因為它是一種很常見的退消人 本身病徵已經厲害 當然最終死亡率高一點 其實有什麼那麼奇怪呢? 又不能夠因為這樣 就說藥引起死亡率高 血壓藥那方面 那些高死亡率的新冠肺 患者有糖尿血壓 但是它可能也有其他共通點 例如會不會他們一般年紀 都是比較大一點呢? 而年紀大一點 死亡率高一點 我們都是預計之內 並不是因為吃血壓藥 令ACE2受體多了 引起死亡率增加 重點尤其是 就是說ACE2受體多了的話 多了病毒 貼了上去這個受體上面 然後會多些病毒入到細胞裡面 病毒入到細胞裡面要複製自己 它需要使用到細胞裡面的機器 那麼細胞裡面的機器 是不是無限量供應? 你入多了病毒 它就做多一些新的病毒出來 就這樣直線的關係這麼簡單呢? 它是有個有限的容量的 你入很多病毒 多到一個地步的話 去製造新的病毒原件的機制 就會飽和的 舉個例子 如果當我們突然間 明天天下降下來 有一萬部呼吸機在我們香港 那我們是不是代表能夠對付這個疫情呢?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人 去使用這些呼吸機 去幫助我們的新官費的病人呢? 我們的專業人員只有這麼多的話 就算你給10萬部呼吸機 我們都是沒有用的 如果說ACE2蛋白多了之後 那就等於病會嚴重些 那就等於死亡率高些 其實就已經跳了很多很多的步驟 相反歐洲專家的說法 吃這些藥呢 就不會有害 反而有幫助 這種說法呢 只是基於動物測試而已 在人體身上 吃這些血壓藥的人 是不是真的對肺炎有保護作用呢? 就有傷口 雙方的論點 那個證據其實都不是很充分 我覺得以一步來說 因為證據不足 就不要貿貿然作出一些重大的改變 Ibuprofen 都算了 如果你真的害怕的話 不吃的話 就吃paracetomopo 而會痛咯 但是有血壓 糖尿 心血管的病人 貿貿然停了這些血壓藥 後果可以很嚴重的 如果大家還是有擔心 建議你都是諮詢一下你雙屬的醫生 絕對不建議你 聽了這些消息 就立刻轉藥 停藥 那你會說 真的很煩啊 這些消息全部都不知道誰對誰錯的 這件事就很難避免 因為我們對這個全新病毒所知甚少 類似什麼東西呢? 我記得小學的時候 有課中文書 課文就是核子摸象 就是說我看不到東西的話 我如果去摸大象 我摸到象徵的時候 我覺得大象是長條形的 像蛇一樣 但是有些人摸到象徵 他又覺得大象應該好像一條水管 有些人摸到象徵 就覺得大象好像一塊大石頭 這些片面的資訊 令到他們有一個錯誤的印象 我們需要一些時間 了解多些病毒 才能夠作出正確的建議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這些片 請你都按訂閱鍵 記得按鈴鐺 我們這個頻道主要就是 用輕鬆簡單的方法 解釋一些複雜的醫學概念 和否釋一些醫學新聞 昨天我在ViuTV 今天疫情的一個節目 有一個訪問 會說我為什麼 開始拍Youtube影片 和拍片的開心不開心的地方 還會說一說我對疫情最新的看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在下面post連結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下次再見 拜拜